詞・曲、編曲、編曲 李宗盛 今天我們準備了三個子題 第一個子題是關於產業再造跟人才培育 不論是傳統產業或者是徐董事長剛才也在這邊爭財 因為人才一直以來對產業來說 都是最重要的一塊 那人才培育跟產業轉型升級 那甚至是人口的分布 甚至是年輕人如何回到 回到他既有的都市 或是本來成長的地方 一直以來都是國家發展 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這邊想要請教 吳明基吳處長 您覺得政府在政策上 是有用什麼樣子 目前有什麼樣子的工具 或政策去協助我們的企業 做人才的培育 然後或者是讓人才可以做流動 謝謝太祥 這個政局長出現 OK 我想這個政府對於人才培育 一般來講都會針對業界的需求 那基本上有一個分工 因為勞動部基本上是做 比較藍領階層的一個人才培訓 那這個教育部 他會針對學校的體系 大概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針對政策的需求去做調整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很重視5加2 所以他在相關的學程 那他的技職體系的改造 都會把這些題目放上去 那經濟部這邊也有人才培訓的program 比如說一些人才 工業技術的人才培育 那在前年在工業局 他也設立了一個產業人才鑑定制度 那也希望就是說用 他等於說跟這個所謂的勞工的這種證照 比較不一樣 他是屬於比較白領的證照 希望用證照一方面去引導 技職體系或者學校教育 他把他的課程能夠導引的更產業化一點 那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有證照之後 可能民間的培訓業會起來 所以目前大概各單位是有這樣的一些機制在配合 那當然我也必須講 現在產業環境跟過去有非常大的變化 尤其我們學校教育設計的方式 跟我們產業界的需求很大的區別 因為過去都是學科式的 學科式的 但現在幾乎都是整合 譬如說我們現在工具機 大概學校就沒有工具機的科系 大概通常都是用機械系轉出來 那我們在台灣雖然講技職教育 可是技職教育他的科目的設計跟高價 其實差別不是很大 所以一方面未來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更大的一個轉型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工業局會去create 所謂產業人才 人力鑑定 那就是這個部分基本上他的人力鑑定的一些相關的規範 大概每年都會從產業需求來做更新 更新之後那我們希望這一套系統 那回到業界 回到這個教育體系 教育協議人拿這個去改他的教育的內容 那這就是一個會比較正向的循環 那但是我們同時也是一再呼籲產業界 其實現在人才培訓最好的方式就是讓年輕的學生 即早進入職場 不管是用實習或是用各種方式 因為真的到現場才會學習到真的產業界的相關的這些知識跟經驗 因為現在很多的設備或者很多的軟體 它事實上都在工廠裡面 那當然台灣的很多的工廠 比如說剛才顏董提到 它的工廠 工機機工廠 這個在陸科裡面有冷氣 有五三四 事實上台灣現在相當多工廠 它都已經有做很大的改變 所以我們也希望越來越多年輕人 能夠把這個製造業 也能夠當作它非常重要的一個選擇 能夠及早進入到我們的產業來服務 那當然這裡面提到 我們今天談到跨界 所以將來我們也希望將來這個進工廠的 不是只有工程科系的學生 那我們也需要很多的這個 比如說跟美學設計 剛才顏董講的 珠寶設計是都可以進去的 那我們工業設計或者其他 甚至連心理學的 你比如說操作機器或者比如說電競 電競需要這個心理學的一些知識 各式各樣跨領域的人才 其實未來產業界會有越來越多的需求 那我們也希望將來如果產業界有這樣的需求 然後政府在工具上或者政策上有哪一些可以著力的 也希望大家能夠提出來 因為過去的工具就是盡量提供培訓課程 那不管是教育部勞動部或者是說經濟部這邊 那盡量提供培訓課程 但是比如說一些政策 過去有一些人才培訓投資提前 那現在沒有了 那但是未來是不是有其他的機制可以來補足這些 其實大家可以再想想看用什麼方法 一起來努力讓整個人才這個部分能夠處理得更好 謝謝吳署長分享 其實很重要一點是 其實政府做的東西都是從產業的需求來 那其實就我自己看到來說的話 其實現在在大學那些 大學教育啊不論是各個學科 他們不可能變得比產業更快 所以大學學的東西可能都是20年前或30年前的東西 所以剛剛吳署長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是 是不是可以提早進入業界 所以其實現在在政府有兩個政策 大家可以去關心一下 一個是勞動部的雙軌政策 它可以讓一些學生可以再工作三天 然後或是上班兩天 就這樣五天的時間 然後讓他的工作跟他的學業可以一起完成 還有另外一個是之前蔡小總有提到的 18歲以後他先去就業 就業之後順便存錢 存錢之後然後再去思考你要去念什麼 然後在政府也提拖一部分的錢到那個帳戶之中 所以這個方式其實是政府一直在因應 現在產業變化那麼快的情況下 學界或是政府都來不及 那是不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讓學生挺早的瞭解產業這一塊 那這樣 那這邊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高雄市情報局的曾局長 那就您看到人才的培育是那麼重要 或者甚至是人才要留在一個地方是那麼重要 那對於高雄市政府來說 你們如何透過產業轉型 或是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讓高雄市的人才 年輕人可以留下來 或是讓高雄市裡面的人 可以繼續創造更多的價值 然後繼續培養他們的人力資源 我想最近國內有一個知名雜誌正在講 現在人才已經不分國界了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問題 大概就每一個城市的需求來講 就是也不盡然完全是把 有所謂自己的人才這件事 我可能出生的戶籍是高雄 但他不一定就會是高雄的人才 其實就一個城市來說 最重要的是你提供什麼樣的機會結構 讓人才願意來 這個是現在的核心問題 就是不見得留自己的人才 因為你所謂留自己的人才會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說他基本上有很多長期的積累 尤其是台灣的教育系統 你從小學到高中畢業12年的時間 然後累積在這個地方 最後大家很多人 尤其台灣現在還習慣就是說 透過選擇科系跟選擇大學 來決定自己的前途 那這個想法都沒變 那這個想法都沒有變的話 我們要來討論說我們的產業的人才 這個問題很難解決 你去看看吳局長講的所有的事情 都在回應一個是 就我們必須從需求端回來想 人才要怎麼做 可是過去台灣的狀況是我們習慣 因為有一個穩定的供應體系 所以我們是從供應端 然後進了供應端以後 你如果能夠在這供應鏈裡面選擇比較好的 過去經驗累積 未來所得比較高的科系 你就會得到一定的保證 但是現在看起來這一個方式不行 那如果這個狀況是確定的話 那我倒覺得說 就一個城市而言 其實我那個時候局長這一邊來找我們討論說 要來處理這一題的時候 我其實是心裡面是非常高興 因為這是核心的問題 尤其在高雄 因為高雄如果就大家對它的產業人質來講 它就是有很多舊有框架的既有產業 但像嚴董這些人都在不斷地試著突破這些框架 讓大家重新來認識這些新的產業 那我要這樣講 就是說我會認為對一個地方政府來說 我們有很多技能的養成會透過政府的教育系統 這個教育系統基本上是從中央一路決定下來 教育系統慢慢來培養 但一個地方政府可以做的事 比較適合做的事是 讓我們這裡的青年能夠比較有機會早一點去認識 未來這個世界可能的長相會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這是比較有價值的事 我們現在也試著在想要做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那當然進一步過去再推 教育部再推 甚至後來勞動部也進來 就是說有所謂的產學合作 那這些相關的工作其實在高雄來講 它其實執行的還蠻多的 為什麼因為高雄比例上來講 技職方面的學校是比較多 所以它在產學合作上面可能性比較高 大家在談產學合作 有的時候是談勞動條件 有的時候談課程怎麼分佈 但我覺得最近最新談出來的一些觀念 比方說你可以去累積 在你的考量裡面累積一些經費 未來可以去再回到學校做一些學習 我認為這個是很值得推的一件事 其實每個人自己的價值跟自己的嗜好 通常在學校的教育過程裡面篩選不出來 進到職場很快就被篩選出來 而且自我發現的速度非常快 你只要進到職場裡面 你值得做什麼事 你做哪些方面的工作會被肯定 真的比在學校裡面篩選的速度快很多 那與其如此我們是不是有可能 有機會讓年輕人更早一點知道 自己可能喜歡什麼 那另外的可能適合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工作 那另外一個部分我覺得要處理的是環境 我們最近宣傳一下 我們最近試著在高雄 要在材料科學這一個部分 去形成一個園區 那我們要形成這個園區的時候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 我們希望說它有產業 研究中心 有法人 像工業院或者是金屬中心這些法人進來 另外我們希望大學直接就來 那其實是為什麼 就是說你希望說這些學生在受教育的時候 就知道說我身邊或我未來路旁邊的人在幹什麼 但是我們現在的教育 其實距離他們未來要貢獻能力的場域是很遠的 是還蠻遠的 我的看法是我認為說 如果能夠讓這一群人更湊在一起 他可以及早發揮自己的能力 也知道說未來要做什麼 而且更可能知道這個世界的最前沿在幹什麼事 而不是念那個 很可能是20世紀初期發展出來的理論 一路堆從大一堆到大四 才開始知道說最新的事在做什麼 我們在學校學不是就常這樣嗎 就是大一到大四這樣一路上來的 到了大四你才知道說原來學這東西是要幹嘛 都完了 我會認為說這有可能調整的話 我們是希望說把產業 把研究單位把學校能夠讓他湊在一起 那我們到市長待會兒我們到國外去看了一下 像歐洲很多國家已經開始在做這種事情 那我認為 讓年輕人少浪費時間 就是國家資源最重要的開發 就是如果他很清楚 很早知道說自己做這條路或這個想法是不對的 其實你幫他節省 或是提早讓他知道不對 其實會幫他節省很多時間 那我覺得年輕人的時間是國家最大的資源 那這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 謝謝我們曾局長 但是你之後就業了之後才發現 所以有這樣這兩段的差 所以年輕人就花了很多時間在找自己的興趣 然後再找到底我們需要什麼樣子的東西 所以剛才提到的 先瞭解產業這一塊說不定是未來可能國家可以發展的一種方向 那這邊我想請教一下東台經濟的言動 您剛才其實看到您公司的轉型從一開始做工業3.0 從一開始工具機到漸漸的未來有智慧化自動化4.0 甚至是把製造業用服務業的方式去做顧問服務賣出去 那這樣子最大問題就是人才是非常不一樣的 一開始可能是做工業的藍領的人才 那未來可能需要用顧問服務的顧問人才 甚至是你要智慧化要一些統計的人才或資訊的人才 設計的人才 甚至是您剛才有提到的 你可以用手機APP看到遠端檢控 那就有UIUX的問題 那您是怎樣讓自己 我覺得有兩塊 自己內部訓練說怎樣讓自己內部的同仁接受 就是未來產業要轉型 我們要學習很多不一樣的技能 那第二塊是你是怎樣去吸引到不同領域的優秀人才 能加入到你這間公司 謝謝你這個提問 人才 有時候產業界大家都是會抱怨 我們要人才學校培養出來的都不會下映 我覺得這產業界不應該這樣講 大家也知道大學128個學分 然後又要國文英文歷史 還要通識營養學分 然後又要基礎課程 你能剩多少的一個所謂的專業的學分 一個機械系的學生出來 他又不是只有要來工具機 他要去很多地方 所以學校你沒有辦法馬上把它出來 然後 產業能夠馬上用 我想這個 對人才應該是 產業要自己去伸手到學校去 那看學校 我需要這樣的 然後 是不是在他大三大四的時候 就可以有一些走向 然後往我們要的這邊 然後公司也提供資源 甚至講師去開課 大概會是 我個人是這樣子去看 因為 學校老師怎麼知道 學生出來 他要去工作的公式 甚至同樣一個 季節業 他有那麼多種 有宿舊 有什麼 那怎麼可能你 怎麼都可以 所以我是認為 學生離開學校以後 這個人才的培訓 本身就是 企業要做的 但學校只負責 這學生應該有基本的能力 我跟你講 他是可以繼續自己學習的能力 他是可以 解決問題的能力 那當然 因為他在這一部分的專業 這個專業的基本知識 是需要的 我想是 一個是這樣子 那第二 剛剛提到的 政府現在有各種不同的 產業攜手班 從高工就配合啦 那我們公司 我比較喜歡用的是 我們叫三加一 那特別一些科大的學生 因為確實他們沒有動手的機會 現在 學校設備不夠 所以 我們會在大二的時候 就開放我們實習的一個名額 讓有興趣進入我們這個行業 我們大二就讓他來 那 暑假就來 然後 他一般參與這個計畫 他會在三年把 把大部分的學分都修完 第四年就是來公司的 所以我們會 他是大三暑假就進公司的 那大四 整年就是在公司上班 但 他可以抵一些學分 可能是九個學分 那在這個過程中 他實際上就是參與公司的工作 那他會是到公司的各個部門 各個部門 我們不是只有說到現場去煮機器 去洗油燙 不是 我們在機械部門 設計部門 那個營業部門 都會有安插這樣的一個實習生 那講實習 基本上我們還是付最低工資 還是有最低工資 不是說都沒錢工的 那這樣的學生 那大四以後 留下來 機會還蠻大的 這個部分 我們跟正修科大 配合還蠻多的 這是我公司的 那其他 當我們是 這些已經 其他已經畢業了 進來廣招人才的時候 沒有錯 確實原來都是很硬體的機械人員 隨著這個部分 軟體的人再增加 資工的人 軟體的人 再進來 那很難去說真的弄一個很吸引的 我想只能在公司一般性的一個環境 南部薪資坦白講也不是能夠很高 不過我們總是在創造一個氛圍 這公司是一個家庭的一個狀況 那同仁知道 這家公司 它是會持續往前走的 那跟著走 應該不會湊 那這樣的話 各種不同的 才能的才進來 那我們沒辦法 真的 沒辦法去要求學校 說你給我培養軟體的人 進來就會學我機械要用的軟體層次 都不可能 他可能進來只是一些基本工 那他願意去學習 那公司該培養 然後或者說 另外再 在老師進來到公司裡面交的課 那我們也都會有 甚至我們也都開一整年 就是把這些專業的課程 然後就排下來 兩三百個小時 然後從外部找講師進來 把那個行進人員 我們希望他三年內就可以把 一年內就可以把所謂的三年的經驗 把它累積過來 這是我們公司的做法 謝謝林董事長 其實我覺得如果 每天跟我們講說 像你一樣 政府跟教育部 應該就不會那麼煩惱 因為大家常常說 這真的需要學界 馬上訓練出一個好的 直接可以用人才 但是我們又有期望我們的學界 不是我們高高職業 高職業越來越少 那我們希望出 訓練出一個實際 可以工作人才 但是大學在教育上 他本質上就不是 百分之百位產業服 他可能是希望 學得更廣的東西 然後之後可以幫產業 創造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他本質上可能有一定的衝突 那在產業界跟學界 到底要如何合作這一塊 我覺得 顏董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台灣電子經濟聯盟的許董事長 像您算是一個比較新興的 這一塊算是比較新興的產業 那應該也有很多的年輕人在投入 那目前就你們電競聯盟來說 你覺得是什麼樣子的人 適合投入到這樣的產業 然後第二個是我想要請教的是 要如何說服年輕人 甚至是選手們 就進來這產業之後 因為我的職業生涯可能很快 25歲到28歲就結束了 那他要如何再繼續在相關產業 他有什麼樣子的立即可以去 願意進入這產業 然後未來還有機會再發光發熱 我覺得我想要補充一下 剛剛幾位先進們的一個意見 其實我們在兩年前 就跟全台灣的高中職跟大學院校 進行所謂電競系跟電競專班的開設 那舉例來說 像我們就跟高雄的勵志中學 因為有些私立的高中職 或者是私立的大學 因為面臨到少子化的關係 所以大家都招生不到學生 但是非常多的孩子都喜歡遊戲 喜歡電競 所以我們就主動的初級 來跟這些學校進行所謂雙贏的合作 那很多的學校因為有這些科系的加入 就是說他可能安排一個電競課 或是什麼班什麼的 然後借此就會吸引到學生來讀書 那當然在師資上面呢 剛剛有特別提到 我們其實選手的年紀是16歲到24歲 針對已經退休的選手 退休的教練 或者是我們這幾個台北遊戲公司的 RD人員 營運長 然後美術 美術團隊 我們就會變成是一個師資團的概念 用講師的身份 進到了這些高中職的班系裡面 去所謂做授課 然後我們也會編一些比較 屬於學生一定會學到業界 所以需要你們做什麼的這些教材 舉例來說 像多媒體系 它其實也可以跟電競勾上邊 譬如說現在影視設備4K的系統 那我們就會輔導學校要增夠4K的影像轉播設備 所以每次我們在台灣做大型的賽事或event活動的時候 我們其實不會找傳播公司的人來弄我們的東西 我們就直接從學校的學生 然後加上我們團隊的專業的影像人員 搭著學生 就是跟著他們一起on這個東西 那我們也會用基本的工資來請他們 那加上寒暑的時候 也可以直接到我們的公司 或是集團內的遊戲公司 去做所謂的實習 那呢這個部分呢可以讓孩子們知道說 如果你喜歡打遊戲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當選手這件事情 因為一個職業級的選手 他後面必須要有10個工作人員 包括了就是社群 現在很強調的社群 包括了賽評 對包括了像以前我念新聞系 我出來要當記者 可是你現在新聞系畢業 你不見得會去傳統的媒體 你可能是 所以主要是撰稿的是 國際遊戲的稿子做編譯 對 那另外呢 還有所謂的這些領隊 然後還有呢行銷人員品牌 然後還有呢有關於這個遊戲的這個測試員 對 所以其實呢有非常多的這個結構體 在我們這個產業在醞釀行程 那當然這兩年的計畫下來 我們也找到了非常多年紀很輕的小朋友們 直接就有加入到我們的團隊 那呢當然呢我覺得有很大的原因就是 我們其實願意跟政府跟地方政府做合作 所以剛剛有特別提到我們跟共識政府就合作了電競館 因為呢我們剛剛學長講得對 就是說這個政府你要營造的是那個環境 因為人才他不見不見得是屬地主義 但是呢我們在高雄跟學校這樣的合作 我們就是希望讓高雄的小朋友他可能畢業之後 他不用去台北台中還要租房子 然後呢薪水可能就去掉了一半 他可以繼續在這個家鄉 然後呢有剛剛特別提到所謂園區的概念 我們願意營造然後配合政府達到這個目標 謝謝 謝謝我們學長的分享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樣漸漸的電競 就不只是打電動這件事情 它其實真的是一個產業 它有一個生態系 它到你未來你還可以當做教練 然後你可能可以做不一樣的專業 然後你可能可以當老師等等 那大家一開始一定都覺得 玩電玩這件事情其實是很負面的 但事實上如果 我覺得有另外一個大家可以思考的對家長來說 因為我現在是家長 我有一個雙胞胎三歲的小孩 對家長來說 一開始小時候我們覺得音樂是很負面 在我小時候那時候 然後漸漸的音樂 然後你看五月天他做到他們的 做演唱會的團隊變上規公司 然後漸漸的你不一定要只玩音樂 但音樂周邊的產業 然後漸漸的也會活絡起來 所以電玩它一開始可能只是電玩 但能電玩這個電競這個產業 漸漸的變大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產業 大家未來也可以慢慢 也希望大家慢慢的可以接受這個產業 然後願意讓人才投入到這樣的產業裡面 那今天時間所剩不多 那最後我想要請教的是 我們Deloy的溫執行副總 我想這邊跟你請教的是 其實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其實是有一些焦慮的 因為就像一開始看到的 我們有那麼多的 有那麼多的專業 當中學的可能也跟現在產業 也不一定 不一定那麼銜接起來 那Deloy 你們自己除了會計之外 你們自己在風險那一塊 或是Blockchain 這種新的一些技術 你們也都會碰到 那對年輕人來說 到底怎樣才可以培養好自己 或是準備好自己去面對 這樣子產業變化那麼快的一個環境 那或者是對於企業來說 他們究竟需要什麼樣子的人才 可以請您分享 喂 OK 好 不好意思 我們是會計師事務所 所以我們找人才 其實坦白講說 可能比嚴董的公司還困難 可能還困難 因為在過去大家認為說 會計師事務所找人才 好像是說找會計系的 坦白講我是念工業工程的 我在公司做了十幾年 到時候到現在 我剛剛聽著大家這樣 我想說 我被騙進來的 你知道嗎 當年面試我那個主管 現在是我們部門總經理 OK 他就跟剛剛嚴總一樣 就在那個肥皂箱上面 講了非常多的願景 然後就被吸引進來 一開始我還是有點懷疑 然後奇怪 我當年進這個部門的時候 也三十幾個人 到現在三百多人 代表他也騙了三百多人 你懂我意思嗎 沒有 吸引 然後我講的是吸引 然後 然後 坦白講我覺得 對年輕人來講 我講一個比較廣義的東西 就是說 今天談電競 其實它這個gamification 是一個遊戲 我自己也有小孩子 我發覺現在年輕人 他的專注力 是沒有辦法長期專注的 工作上也是 那這個是 這個坦白講 我覺得這個跟跑百米一樣 就是說 你要跑百米 用那個加速可以跑得到 所以我們現在做想辦法 是說把一些工作 能夠遊戲化 切得細一點 跟打game一樣 然後 兩個禮拜可以看到成果 我就告訴他 你做得好還是不好 做得好 再下一關 所以現在要這樣做 工作要遊戲化 所以不然 不然其實會有代溝 我跟我兒子溝通就有代溝 因為他每天晚上 奇怪 像寫作業 是online 跟同學一邊線上 討論一邊寫作業 我都在想說奇怪 這在聽音樂 還在玩get 還沒有寫作業 OK 那另外一個部分 當然是說我覺得 在 在所謂的blockchain 這種信心的議題上面 以我們公司來講的話 我們 坦白講我們也在做 OK 因為會計這個行業 顧問行業 對 被blockchain 其實是衝擊影響 是非常大的 那 也包含AI 我們也在弄 偏偏這些人才 我坦白講 第一個首選 都不是Deloid 我講真的 在座如果會AI的 可以舉個手 有自信的 因為都去Google了 都去FB了 都去Microsoft 都這些公司 可是我們公司 最近有找到幾個AI 他還不錯 從MIT Media Lab 來的 念建築系的 搞AI 你懂的意思 發覺我們非常跨界 唸建築 他有建築史 知道喔 在MIT搞AI 然後現在加入 情業中心 會計師事務所 有沒有 很衝擊對不對 那我覺得 我覺得 以我自己的背景 我念工業工程 到會計師事務所 從我剛才談到 這位同事 加入會計師事務所 出顧問的業務 其實我覺得 重點都還是說 你有辦法去學習一些新的東西 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這東西是比 你在學校學了什麼 因為 說真的 學習是永無止盡的啦 到現在我還是要學 我相信 也是都持續在做學習 所以學習是 一直要做 但是 怎麼去保持一個 有學習的能力 跟理解事物的一種態度 我覺得這蠻重要 所以 對我們公司來講的話 我們會是比較注重 這一方面的 學習能力跟態度 OK 分享到這邊 謝謝 謝謝我們溫指行副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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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